飞雷神一共分为五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它的节奏呢是这样子的 一二三四五 二三的速度一定要过快 我们再来一遍 一二三四五 慢动作解释一下 刚刚那五步都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迟钝 第二个呢是跳 左摇杆左右下都是可以 看你的地形 你想往哪边跳 你就往哪边摇就完事了 好第三步是Y ZR 这个是最关键的 一定要同时 不要以前以后 因为以前以后你就出发不了了 B键是取消 然后第五步 这个Y键 其实就是等你的林克落到地上 它会自动出发 Y突袭 然后你就疯狂按 你的林克就像疯狗一样 冲过去把那个怪打死 起跳 按B Y 触发突袭 我们放慢速度 先按ZR 然后起跳 按B取消 落地触发 冲过去 准备 准备 一 二 三 二 三 衔接速度一定要过快 好 那么我们在视频的结尾呢 就说一下 练习过程中会遇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种 你的整套动作都做得非常完美 角色落地也触发了突袭 但是林克就是飞不过去 而是在原地不停地打转 这种是属于 系统不给你判定 因为我们现在玩的这些招式 是制作人 在做塞尔达的时候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 是我们玩家自己发现的 所以他不给你判定 也是很正常的 碰到的几率 大概是5%左右 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已经按完了整套动作 但是落地的时候 没有触发突袭 这个时候 你可以观察一下 你的林克 是不是拿着一个弓 或者是拿着一个剑 傻傻的站在原地 这个是因为 你在做第三步的时候 这个Y和ZR 按的不够狠 一定要狠狠地掐它一下才可以 不然的话 它系统就是 判定你只按了这个外键 或者是只按了拉弓 第三种情况 你想打的这个怪 它是在一个非常平的地方 没有任何高低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运用到 顿挡重置 才能触发原地的 林克时间和飞雷神 这个东西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录 有什么不懂不会的 请看一下简介 有我的游戏群号 你们在家里面可以把自己的操作 或者是问题 录成小视频 私信发给我 我不是大神 但是只要是我会的 我都愿意分享给你们 好了 就这么多吧 好好练习 比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